花莲市的旧铁道徒步区去年12月开始进行了 铁道油廊蛋黄区的潜力备征计划工程 预计在3月份可以完工 市长温家贤特别前往会刊 也期盼经过改善工程后的铁道徒步区可以脱胎换骨 让这里变成散步休闲逛街采买的好地方 花莲市旧铁道油廊蛋黄区潜力备征计划工程 是由花莲市公所向客委会及花莲县政府 共争取950万元来执行 市座内容包括了设置活动车主 裁装防滑勾盖 仿钢轨 地平整齐美化 另外也重新打造异象凉亭还有座位 让民众有一个暂时歇脚的好地方 过去在这个地方长期被人家为人诟病的一个不平坦 然后容易跌倒的一个问题 我们经过这次的工程来做一个改善之后 整个地平跟路面会变成一个平坦 那树的部分我们也做了一些部分的调整 让它的景观可以更一致 那未来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希望能够赶在 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来把它整体来做一个完善 那让未来有更多观光客来到花莲的时候 会有耳目一新的状况 那未来这里也是可以给更多的青年朋友来办一些活动 让这里的一个商机可以更多 然后也可以让这里商圈的人 还有花莲观光的朋友们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氛围 那我们希望这一次完成之后 能够符合到民众的期待 也符合到店家的期待 也期盼未来每一个民众来到这里会留下美好的影响 市长吴嘉贤表示 这次工程除了将地面整平美化之外 还要设置互动式人力电源霓虹 让民众体验自行踩脚踏车发电的趣味 更富含真行能源的教育意义 我们有一个脚踏车的动力发电的部分 那是一个蛮特殊的 那我们希望说政府也长期在推动 一些电力的一个省电的一个措施 那我们希望经由民众来体验 其实用脚踩然后发电的过程里面 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那你要一度电到底要踩多久的一个时间 那可以让民众感受到 其实电力得之不易 那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共同爱惜我们自身的环境 另外还将设置形象小火车的装置艺术 以及智慧LED照明及创意灯香 相信旧铁道徒步区会保持它越夜越美丽的光景 介续会欢迎市报道